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首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黑芝麻还有比较丰富的油脂和纤维素, 能够润肠通便,滋补干肾,还可以溢血通乳。 经常吃黑芝麻,可以预防缺缺性贫血, 可以入肾,具有特别好的撕肝不肾的作用。 特别的适合肝肾亏虚的人使用的。 今天用黑芝麻给大家分享一道养生的老吃法。 这种吃法经常吃一吃, 腰腿不痛,腿脚不抽筋,身体被爆。 而且越吃越有精神, 非常的适合老年朋友们经常吃一吃。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接下来跟着视频了解一下吧。 我们先准备300克糯米粉, 放入一个大碗中, 过筛一遍口感更加的细腻。 过筛好的糯米粉放到一旁备用。 再准备300克黑芝麻, 黑芝麻可以多来一些, 出锅会特别的香, 而且有营养。 我们把黑芝麻加入清水, 抓洗抓洗, 把黑芝麻洗干净。 黑芝麻看似比较干净, 但有灰尘杂质的, 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多淘写两遍。 黑芝麻中富含特别丰富的维生素, 盖、铃、铁、贾、 铃。 日常生活中, 我们要多吃黑芝麻, 补盖、补铁、 补心、 补充维生素的。 营养又美味。 我们把洗干净的黑芝麻 倒入锅里面 我们先开大火 不停地炒一会儿 这个时候的水分比较多的 大火更快地把水分炒干 整个过程都需要炒一炒的 一定要不停地翻拌 防止糊锅 炒两分钟左右 锅里面没有水分了 这个时候转小火炒 这个时候又容易糊掉了 一定要转小火不停地炒 再继续炒一会儿 炒黑芝麻这一步呢 看似比较麻烦 但是炒锅之后味道真的是特别的香的 无论做什么都比较美味 一共炒了十分钟 炒至锅里面噼里啪啪的声响 黑芝麻炒出了香味 而且已经开花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黑芝麻只有开花的时候 而且呢 我是起来淡淡一股香味道 这个时候说明黑芝麻炒出香味了 这一步一定不要偷懒的 我们就可以关火 不需要尝出来 微微晾凉一会儿 晾凉之后 倒入盘中 备用就可以了 一定要晾凉的 不然的话影响整体的口感 接下来把准备好的糯米粉倒入锅里面 这个时候需要注意 开小火不停的炒 糯米粉糊的比较快 小火炒不会糊的 多翻炒一会儿 炒的过程中也是一样的 不停的炒不停的炒 一定不能停的 停的话容易糊掉 炒了五六分钟 糯米粉微微的发黄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已经炒出了香味 我们把炒好了糯米粉 倒入个大盆中 晾两杯用 这个是我提前保好的 200克的核桃仁 核桃适量就可以了 多少少都是可以的 我们把核桃倒入锅里面 也是一样的 开小火不停的炒 不停的炒 核桃虽然可以直接吃 但是这样炒过之后 更能激发出香味的 特别的好吃 但是需要开小火炒 因为容易糊的 炒了五六分钟左右 核桃微微的发黄 而炒出了核桃香味就可以了 倒入碗中 我们晾凉一会儿 晾凉之后 我们把准备好的食材 倒入破壁机里面 搅打成细腻的坟墨 可以多打几遍 达得更加的细腻 成面也比较好看的 打好之后 倒入糯米粉的碗中 加入150克的白糖 如果喜欢喝红糖的朋友们 加入红糖 搁用自己的口味来定 就可以了 不喜欢吃糖的朋友们 可以不要放 原汁原味也是不错的 再次搅拌均匀 搅拌好就可以了 这里需要注意 黑芝麻不需要打的时间太长 只要细腻就可以了 如果打的时间比较长 可以芝麻出油 那么会影响口感的 我们打好之后 倒入一个密封的容器里面 容器可以带盖子 这样可以保存的时间 更加的长久的 不会腐坏 不会变质 像这样 我们放到冰箱 冷藏保存就可以 也可以不放到冰箱 放到一两通分地下保存 放上好几个月都不会坏的 喝的时候 挖上两勺 随喝随取 如果喜欢喝丑的话 多挖两勺 喜欢喝细的话 少挖两勺 加热水冲泡就可以了 我们搅拌搅拌 搅拌好之后 就可以直接喝 这样多的黑芝麻糊糊 真的是特别的好喝 营养又美味的 因为是没有任何的添加 自己做的 喝起来更加的健康 黑芝麻中的营养比较丰富的 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就像这样 吃一吃 喝一喝 又有营养又美味 特别现在那个天气 真的是非常的寒冷 我们早上不想吃饭 喝上一碗热乎乎的芝麻糊糊 进暖心又暖胃 整个人暖暖喝喝的 非常的舒服 做法比较简单的 如果喜欢的朋友们 也可以收藏起来 试一试 这样的芝麻糊糊 经常喝一喝 补钙 补铁 补充维生素 能够很好的预防 老年朋友们 鼓竹双双的流失 增强体质 增加免力的 经常喝一喝 补钙效果特别的好 比喝任何的鱼汤 鼓汤都要有效果的 里面加入了黑芝麻 核桃 都是预养比较丰富的食物 黑芝麻性贫 胃干 入肝精 脾 肾精 具有补肝肾 润肠 抗氧化 保护心血管 促进新陈代谢 增强免疫的功效 黑芝麻是药食良用的食材 中医认为 黑芝麻补肝功效特别的强大 可用于治疗 肝肾精血不足导致的 眩晕 耳凝 耳聋 腰细酸软 四肢无力 并且吃黑芝麻 还能够治疗便秘的 促进排便 同时有滋润皮肤的作用 经常吃黑芝麻 有益于身体的健康 现在医学研究显示 黑芝麻含有多种 人体代谢有重要意义的 氨基酸 富含铁 维他命E 对防止贫血 抗氧化都有还好的帮助的 而且吃黑芝麻 能够建脑抑制 促进血管功能有还好的帮助 好了 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你帮我点赞关注电影我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养生知识 与您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